近日有市民发现,在陕西省西安市的连湖区,有一个女士公厕里面,竟然是安放了两个站立的小便器,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在连湖区小树林免费公厕里,就有市民发现,女厕所里出现了一高一低两个站立的小便器,这多少让如厕的女士们有些尴尬。 对于女厕所里出现的站立小便器,大家都显得很好奇,并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 看来这两个小便器,真是充分地调动了大家的想象力,不过也只有这位大姐说到了点上。 上天就有个老太太进来,说是女厕所里边人也设了两个,拿个引流器,有的蹲下去可以站着。 其实啊,这种站立式小便器早在2010年就已经有学校率先安装了,并且主要是为了环保,只不过在公厕里出现,这还是头一回遇到。 所以大家就不免好奇了,那么这种厕所大家到底能不能接受呢? 这可能刚开始可能有个过程,我觉得这个也好,这可能对我来说我是不接受。 没有游过,小孩进来游的是女的一百多亩人游。 谢谢你! 谢谢你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